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谢大忠 我是老师 再见 你好 他姓王 他叫王小华 他是学生 再见 再见 你姓什么 我姓谢 你叫什么 我叫谢大忠 我是老师 谢谢 他姓什么 他姓王 他叫什么 他叫王小华 他是学生 谢谢 再见 这是我爸爸 这是我妈妈 这是我弟弟 这是我太太 这是我儿子 2 我有一个弟弟 我没有哥哥 3 我也没有姐姐 妹妹 我有一个儿子 3 你有哥哥吗 你妹妹吗 我没有哥哥 你有妹妹吗 我也没有妹妹 我也没有妹妹 谢谢 谢谢 不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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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这是谁 这是王小华 这是王小华 他是我朋友 这是他爸爸妈妈吗 是 这是他爸爸妈妈 是 他 他有没有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 他有一个弟弟 两个妹妹 他没有哥哥 他结婚了 有太太 有儿子 没有女儿 没有女儿 你结婚了没有 没有 没有 谢谢 再见 不谢 再见 That's the end of unit 2 Unit 3 D Where do you work Listen and learn 1 你好 这是我爸爸 他在中国 他在中国 他不工作 退休了 他不工作 这 这是我弟弟 他也在中国 他是工程师 他在上海工作 他是工程师 他在上海工作 3 这是我太太 他也是老师 他也是老师 他在Davis工作 他在Davis工作 4 这是谁 这是王小华 这是王小华 他是学生 他有姐姐吗 有 他有一个姐姐 没有妹妹 哥哥 弟弟 他姐姐 在哪里工作 他在北京工作 是工程师 5 这是谁 这是谢老师的儿子 他在哪里工作 他在哪里工作 他在Ohio工作 他在Ohio工作 That's the end of Unit 3 Unit 4 This is my address Listen and learn One 你好 我姓谢 我叫谢大钟 我是老师 在Davis工作 我住在Alvarado 606号二十四市 这是我的电话 这是我的电话 7585014 谢谢 再见 这 这是我朋友 他叫王小华 他也是老师 在San Francisco工作 他也是老师 他住在Garry街 五六九二号 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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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王先生 请问王先生 您在哪里工作 我在San Francisco工作 您住在哪里 您住在哪里 我也住在San Francisco 这是我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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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你爸爸 妈妈 也住在New York 你爸爸妈妈也住在New York 不 他们住在New Jersey 你家里面 你有没有哥哥 弟弟 你有没有哥哥 也没有姐姐 我只有一个妹妹 她也住在New Jersey吗 是的 他是学生 我爸爸退休了 我妈妈不工作 Five 谢老师 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我有一个儿子 你儿子是学生吗 不 他在Ohio工作 你太太呢 她也是老师 在Davis工作 我们住在Davis 我们儿子 住在Ohio 他在那里工作 他在那里工作 That's the end of Unit 4 Unit 6 I am learning Chinese Listen and learn One 我是谢老师 我是中国人 我会说英语 我也会说俄语 我爸爸妈妈都不会说外语 他们只会说中国话 他们只会说中国话 Two 这是我弟弟 他是工程师 在上海工作 他不会说英语 他不会说英语 他会说日语 他在学英语 他在学英语 Fly 这是王小华 这是王小华 他是从北京来的 他是从北京来的 他英语说得很好 他还会说法语和德语 他还会说法语和德语 他现在在学日语 Fly John 你中国话说得很好 哪里哪里说得不好 我只会说一点中国话 我现在在学中文 你的老师是中国人吗 是的 是的 他是中国人 从上海来的 他会不会说英语 会 他英语说得很好 Fly Fly 你还会说什么外语 我只会说英语 现在我在学中文 你中文说得不错 哪里说得不好 你会不会写中国字 不会 我不会写中国字 那里说得不好 你会不会写你 你会能看好 你会不会写中国字 有没有特别写 你会不会写到 那里说到最后的第一个最后的一句 我会说中文 也会说英语和俄语 英语不太难 俄语比较难 这 这是王先生和王太太 他们都是从北京来的 现在在美国念书 他们住在Washington 他们不太会说英语 现在在学英文 他们觉得英文很难 你中文说得不错 哪里 不行不行 我现在在学中文 你觉得中文难不难 我觉得中文口语不太难 写字比较难 你还会说什么外语 我还会说法语 法语难不难 没有中文难 没有中文难 谢老师 你英语说得真好 哪里 马马马虎虎 你英语是在哪里学的 我是在上海学的 你的老师是美国人吧 不是 有的是美国人 有的是中国人 美国老师是从哪里来的 有的是从Pittsburg来的 有的是从Pittsburg来的 我们还有英国来的老师 五 Yang 你现在中文说得很好 哪里 还不行 我只会说一点中文 认识不认识中国字 不认识 我只会说 我会写拼音 你的老师是不是中国人 是的 他是中国人 是从上海来的 他教得好不好 他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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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纪念七的结束 纪念七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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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懂中国人 听读和学习 一 我是中国人 会说中国话 也会说英语 我听得懂英语 我还会说一点日语 可是我日语说得不太好 要是说得太快 我就听不懂 这 像是美国人 他会说中文 他中文说得不太快 可是说得不错 很流利 发音很标准 现在他还在学中文 因为他想到中国去 他想到中国去做生意 你会说什么外语 你会说什么外语 我会说一点法语 可是说得不好 法国人说话 法国人说话 你听得懂吗 要是说得慢 我听得懂 说得快 就听不懂 法语 How do you do 怎么说 How do you do 法语是 不如 你的发音 很标准 哪里 说得还不好 Four 你会说中文吗 会说一点 不太好 哪里 你说得很好 很标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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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话 还听不懂 我说话 你听得懂吗 你说得慢 我懂 要是说得快 就不太懂 你觉得中文 难不难 对不起 我没听懂 请你再说一遍 好不好 我说中文 难不难 口语 不太难 写字 很难 Five 你认识不认识 中国字 我只认识 几个字 中国字 太难写 是的 很难 很多 这个字 你认识吗 这个是好 那个呢 不认识 什么字 这个字 是国 国家的国 对不起 国家 是什么意思 国家 是country的意思 对不起 你说得太快 我没听懂 请你再说一遍 我说这个字 是国 国家的国 英文是country的意思 谢谢 不客气 我叫李国华 是学生 在加州大学念书 我在加大念电脑工程硕士 我是北京人 1995年来美国的 现在 我的英语还不太好 看没问题 可是听和说还不太行 我叫John 是美国人 我是宾州一家电子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公司跟中国做生意 我常到中国去 中国也常有人到我们公司来 我现在在学中文 说的还不流利 有的话还听不懂 请问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 是的 我是从北京来的 你在这里念书吧 对 我在加州大学念书 你是哪一年来的 我是一九九九五年来的 在这里念什么呢 我现在念生物化学博士 很好 很好 生物化学很有用 四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生意的 在一家公司做推销 什么公司 汽车零件公司 我们卖汽车零件 你们公司大不大 有多少人 不太大 只有十几个人 可是 我们常跟中国做生意 那很不错 五 李先生 我现在在学中文 你能不能帮我学中文 好啊 没有问题 我的英语也不好 你教我英语怎么样 行 你教我中文 我帮你学英文 那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不敢当 不敢当 你也是我的老师 哪里哪里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行不行 行 这是我的电话 3895620 我住在Powell街39号 这是我的电话 674193 我们明天见 好 明天见 那里 hydrogen that's the end of unit nine staying you're the limit 相 what time is it now Listen and learn One 李先生在加州大学念书 他每天上午有课 他九点去学校 中午在学校吃中饭 下午他在图书馆看书 四点他回家 晚上他在家里学习 他一般十一点睡觉 现在八点钟 John到公司去上班 他每天八点出门 八点半到公司 上午他在办公室工作 下午他跟别的公司打电话 谈生意 他五点下班 五点半他离开办公室 六点回到家 他每天都很忙 三 John你好 李先生你好 现在几点钟 现在八点钟 你到哪里去 我到公司去上班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五点半回家 我们今天晚上学英文 对不对 对 我们晚上七点见 好不好 好 晚上 晚上见 李先生 现在几点了 八点十分 我们学了一个小时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 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八点二十分 再开始 行 John 现在八点二十五分了 我们继续学吧 好 李先生 Five to nine 中文怎么说 差五分九点 现在 差两分九点 对不对 对 我们该下课了 That's the end of unit ten Unit eleven Unit eleven What day and what date is it today? Listen and learn One 今天是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三号 星期二 明天是星期三二十四号 昨天是二十二号星期一 这个月是七月 这个月是七月 下个月是八月 上个月是六月 今年是一九九六年 今年是一九九六年 明年是一九九七年 去年是一九九五年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一个月有三十天或者三十一天 可是二月只有二十八天或者二十九天 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或者五个星期 一个星期有七天 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工作日 星期六是周末 星期天也叫礼拜天 因为很多人到教堂去做礼拜 Free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是一九四九年出生的 你呢 我是四九年出生的 那你今年应该五十岁了 可不是吗 你是属牛的吧 对 我一九四九年生 属牛 你属狗 对不对 对 我的生日是九月一号 我的生日是四月十九号 你的生日快到了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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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你每天都到学校去吗 不一定 我星期一三五有课 星期二四没有课 你星期一有什么课呢 星期一有历史课 社会学课 星期三呢 星期三有文学课和经济课 星期五是政治学课 你一般几点到学校去 一般九点半去 下午三四点回家 星期二和星期四做什么呢 在家学习或者到图书馆去看书 五 你星期六星期天做什么 我一般在家星期休息 家里的事很多做不完 不出去看电影吗 有的时候去看电影 对不起 现在几点了 现在差两分九点 怎么了 我该走了 我跟一个朋友九点有约 再见 好了 那 我住在宾州 聚会 这里天气很好 一年有四个季节 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 春天天气很舒服 不冷也不热 夏天比较热 一般是八十度到九十度 有的时候九十多度 秋天是最好的季节 不常下雨 冬天比较冷 有时候下雪 可是雪不太大 住在Pittsburg不错 Tool 谢老师是上海人 他以前住在上海 春天的天气比较好 可是到了四五月就常常下雨 有的时候很闷 夏天很热 一般是三十度左右 夏午常常下雷震雨 有的时候雨很大 秋天很舒服 不冷也不冷 不冷也不热 冬天虽然不下雪 可是很冷 一般人家里都没有暖气 三 你们那天气怎么样 还不错 夏天热不热 还好 不太热 一般八十度左右 冬天冷不冷 冬天比较冷 常下雪 可是不太大 你们那儿 什么时候最舒服 秋天最好 不冷也不热 可是有的时候下雨 常常下雨吗 不常下雨 那你们那儿天气还不错 Four 你知道不知道北京夏天热不热 我不太清楚 我没有在北京住过 我听说夏天不太热 一般是多少度 一般是三十度左右 是摄氏三十度 对不对 对 华氏九十度左右 冬天一定很冷吧 是的 冬天经常下雪 有的时候 雪很大 北京人家里 有没有暖气 有 Five 你以前住在哪里 我以前住在台北 我听说那里夏天很热 是不是 是 不但很热 而且很闷 常常下雨 夏天 夏天 还有台风 对了 夏天 经常刮台风 台湾 一般人家里 都有冷气吧 是的 大多数人家里 都有冷气 也有的人 只有电风扇 那夏天 不是很难受吗 还好 我们都习惯了 我们都习惯了 那是约12的约12 约13 你喜欢吃中国食物吗 Listen And Learn One 我是中国人 喜欢吃中国菜 中国菜 很好吃 我喜欢吃肉 牛肉 猪肉 鸡 鸭 我都喜欢 可是 我不太喜欢吃鱼和虾 我每天吃很多蔬菜 蔬菜里有各种维生素 对身体有好处 J 我是美国人 也喜欢吃中国菜 因为中国菜很好吃 不太油腻 很有营养 我特别喜欢吃四川菜 因为四川菜比较辣 不过 我也常常吃西菜 汉堡包 比萨饼 我都喜欢 我每天喝牛奶 我每天喝牛奶 因为牛奶很有营养 对身体有好处 三 李先生 你喜欢不喜欢吃美国菜 还可以 汉堡包 比萨饼 我都吃 你吃得怪吗 开始吃不惯 现在习惯了 你平常吃中国菜还是美国菜 我一般吃中国菜 我自己做 有的时候到外面吃一点美国菜 你会做菜 太好了 你一定做得很好 哪里 不行 有的时候做的菜太咸 有的时候太淡 Four John 你吃过中国菜没有 吃过 真好吃 你喜欢吃什么 鱼还是肉 我喜欢吃鸡 因为鸡比较嫩 不太油 胆固醇也不高 是的 你喜欢吃什么菜 四川菜 还是广东菜 我比较喜欢吃四川菜 比较辣 你最喜欢什么菜 我最喜欢公保鸡 你常常去吃中国菜吗 我跟太太 每星期去吃一次中国菜 我们家附近 就有一个中国餐馆 不错 下次我请客 请你跟你太太一起去吃 不好意思 多谢了 Five More useful words related to food and taste 甜的 甜的 酸的 酸的 饭 饭 饭 白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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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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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面 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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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 汤 汤 酸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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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喱鸡 咖喱鸡 北京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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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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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椒牛肉 青椒牛肉 共 pointing 公宝 虾 公宝 虾 虾 疆 许多 券 något popped -, forens 带 去 读 S 我在大学念书 我很喜欢体育运动 因为运动对身体有好处 我喜欢跑步游泳打篮球 我游泳游得很好 可是篮球打得不好 我还喜欢看体育比赛 篮球、排球、足球我都喜欢看 我特别喜欢看橄榄球比赛 美国橄榄球很有意思 我是从中国来的 我也喜欢体育运动 因为不运动对身体不好 我会打乒乓球、排球 我常常看橄榄球比赛 我常常看橄榄球比赛 打网球 你网球打得怎么样 马马虎虎 你会不会打网球 会 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打网球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副 你喜欢 你喜欢 喜欢体育运动吗 很喜欢 喜欢什么 橄榄球 我们家里人都喜欢橄榄球 你常常打橄榄球吗 不打 我不会打橄榄球 那你怎么说你喜欢橄榄球呢 我是说我喜欢看橄榄球比赛 我没有说我喜欢打橄榄球 我懂了 那是终于约十四 我是美国人 现在在学中文 因为中文很有用 我想到中国去 我打算在中国待一年 在那里学中文 到各地去旅游 看看长城 我现在会说一点中文 可是很多话还听不懂 说的还不流利 我要继续学中文 2 Young是美国宾州一家公司的经理 他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常常有人来美国谈生意 Young现在会说一点中文 他可以跟中国来的朋友 他可以跟中国来的朋友说中文 简单的话 他都听得懂 难一点的话 他就听不懂 所以他打算明年到中国去 继续学中文 John 你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好了 那里还不行 很多话还不会说 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我学了一年多了 你打算以后继续学吗 是的 我想明年到中国去学 太好了 你打算到哪里去 我想到北京去 我想到北京去 你在北京有朋友吗 有 那不错 四 你的朋友在北京是做什么的 他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经理 你经常到中国去吧 不常去 不过我打算明年去一次 去看朋友还是谈生意 谈生意 顺便也看看朋友 你打算在北京待多久 大概一个月 五 听说你要到中国去 是吗 是的 我要去北京 什么时候走 下个星期六 在北京要待多久 三个星期左右 要不要我送你 不用 谢谢 我太太会送我到飞机场 那祝你一路平安 谢谢 谢谢 那是最终的 的设计 15 这也是最终的 的最终的 Volume 1 的 Mannoring Chinese Onli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